有没有关联呢 在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负责对峙关系的亚东协会 在今天进行礼金式的改选 新任的会长由台湾机械运输 董事长彭荣次来接任了 那彭荣次被视为是李登辉的人马 外界认为马英九来用彭荣次 接掌亚东协会 不但有助于拓展台制交流 也有助于化解这本对于马英九政府 过分亲中的疑虑 而这次彭荣次的出马 那么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幕呢 独家报道 戴着眼镜顶着一头白发 举止温文如雅的 就是亚东协会新任会长彭荣次 彭荣次原本是台湾机械运输公司董事长 常年耕耘日本事务 前总统李登辉卸任后 在2001年和2003年两度访日 就是透过彭荣次穿针引线 像个人的力量有限 这些精英都有在各领域的 一个深厚的对立关系 我主要就是结合这个力量 来促进我们政府推行的 这个所谓台日伙伴关系 促进年的一个活动 我们李总统也非常鼓励 就是说我也继续 以这个年龄 也继续进场 来加强这个对立的工作 彭荣次被视为亚东协会会长的不二人选 其来有自 因为马英九上任以来 外交关系上台日交流被视为是最弱的一环 马英九除了派出请请逢计台 出使驻日代表 更在大年初一亲自到翠山庄 拜会李前总统 企图借李系人马促进台日关系 我当秘书长的时候 当国民党秘书长的时候 李登辉总统就跟他联系很多 他在日本政界工商界也都非常的了解 尤其他的日文是很好 所以他可以帮助洪代表在日本的对日的关系 获得独派绿营和李登辉的力挺 彭荣次出任亚东关系协会会长 不但有助台日关系的缓和 也能化解日方对马英九亲中立场的疑虑 中期新闻黄明君黄慧婷台北报道